看看新闻网 多多激情哦 谢谢 东北妹嘴着粤语说的可够溜 形象什么的也获得了翻版中加薪的称号 像不像吗 大家自己评定了 当然啦 选拔咱整个亚洲的家里 貌美的女子一定是多如牛毛的 比如好称翻版巩俐的小黑妹 萨拉迪卡赶脚的12号家里 冷艳销魂的24号 壮如台山的10号 再获着一起蓬发的三号阿姨 哦不 三号加利 还有这位混血妹妹 呃 你是来参加亚洲小姐的哦 好吧 咱还是看看亚洲先生们怎么样了吧 听说一个个都是会高难度瑜伽动作的肌肉男哦 大家准备好纸巾擦口水吧 挖式 那个谁 帮我翻个身 咱还可以整个挖跳式 呃 各位先生 你们是要裸体青蛙变王子吗 白花花的好黄眼呐 正脸丑丑敢不敢 冷面先生 玉面大叔 呃 这位小朋友 你来干嘛的 胸台 你的胸肌略高啊 哎 这接连出现的画面 真真是美的小兵不敢看了 还是把先前准备的纸巾用来擦眼泪吧 娱乐席带地 现在的选美是用来璀璨眼球的吗 综合不到 镜头一过去的时候 就是一到亚洲先生那儿 猛一看那么多 没穿衣服 哎 真是吓了一跳 最关键的是 还要做那样很怪异的动作 这也是选拔项目当中的一项嘛 人家说了 从善良的角度去想 就是青蛙变王子嘛 所以才要做个就蛙的那个样子 哦 原来就是 现在真的是时代不断地在进步 选拔的条件和项目 也在不断地更新当中 也辛苦你们了